今天人們擔心各種各樣的疾病、輕流感、下絲,還有各種各樣其他人。 孩子們也出現了多種多樣過敏性的疾病。 這些疾病的產生都是因為免疫系統變得脆弱。 所以大家需要明白什麼是免疫系統。 人體抗疾病的免疫力是從哪來的呢? 我們每一天人體都產生出一些癌細胞。 每一個人包括我在內每一天都有癌細胞的產生。 大家一想到這一點是不是覺得很恐怖? 大家不必為此擔心。 因為我們身體裡有免疫系統。 當癌細胞產生在人體的時候, 身體裡的免疫系統知道癌細胞在哪。 免疫系統找到了癌細胞, 殺死了癌細胞。 每一天都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如果有乙肝的病毒進入到人體, 或者沙斯的病毒進入到人體, 你的癌細胞進入到人體。 只要你的免疫系統是強的, 你的免疫系統就會消滅所有的敵人。 許多人是乙肝病人, 或是乙肝病人。 都是由病毒造成的。 醫生是不能夠治癒這些肝炎病毒的。 醫生在使用藥品去治療癌肝病人的時候, 我們在同時也消滅了我們的免疫系統。 大家看到做化療的病人, 變得越來越虛弱, 也吃不下飯, 因為腸道系統的細胞被破壞。 所以他們會有腹瘋和胃瘋癌。 所以他們會腹瘋和胃瘋癌。 反應得非常可怕。 是因為免疫系統遭到完全破壞, 他們很容易受病。 所以我們需要使我們的免疫系統強健起來。 今天我們的孩子呢, 享受著各種各樣的免疫的疫苗。 因為他們的免疫系統太脆弱了。 我是小男孩的時候, 幾乎沒有什麼孩子得過敏性的疾病。 但今天, 很多孩子們普遍地得過敏性的病。 例如癌癌。 例如癌癌。 例如癌癌癌。 例如癌癌癌癌。 為什麼這些事情變得這麼普遍呢? 是因為今天的免疫系統變得非常脆弱。 正是因為他們的飲食習慣非常糟糕。 他們有更多壓力。 周圍環境污染嚴重。 住房條件也比較糟糕。 即使他們住在現代化的昂貴的家庭裏。 而他們的裝修的這種化學反應都會有這些有毒的物質。 因為他們有空調, 所以窗戶都關閉。 所以,所有的化學物質都出現。 地板、牆壁所散發出來的有害化學物質, 障礙著他們。 人們到購物中心, 有一個很大的機器, 新的服裝店。 在保護衣服裝的保護塗料上, 使用各種有害化學物質。 在這些昂貴的商店裡工作的年輕人, 長時間站在這個會台前。 他們呼吸這些有毒的、有害的物質。 。 環境的污染太嚴重了。 在這個水果上有太多的人工色素。 他們也喝一些人工製成的飲料。 防腐劑的食物。 這一切都會破壞到人體的免疫系統。 當我們的免疫系統變得越來越脆弱。 當免疫系統變得更弱, 當人體的免疫系統變得脆弱。 當你的免疫系統變得強健的時候, 即使有些壞的物質進入到人體裡, 你身體裡的免疫系統可以直接迎敵他們。 所以,當你的免疫系統變得非常堅強, 你的身體也沒有懼怕。 當你的身體不需要害怕,而且強健的時候, 你的身體對周圍的反應就沒有過激性。 但當你的免疫系統變得非常脆弱。 當你的身體對周圍的反應變得非常恐懼, 非常擔心。 當周圍的灰塵, 那些花粉的作用。 當那些物質進入到人體的時候, 你的身體就很緊張地感覺到, 哎呀,什麼可怕的物質來了。 所以,你的身體就很緊張地感覺到, 所以你的身體就會產生過度的反應。 這就是大問題, 天塌下來了。 所以,你的身體就會想著把這些有害的物質都弄出去。 所以,你開始咳嗽, 然後打噴嚏, 然後流眼淚。 這是過度的反應。 這是因為人體的免疫系統解決不了這些小問題。 所以,脆弱的免疫系統會導致人體的過度的反應。 你的皮膚也會有過度的反應。 所以,你會產生不同的皮膚病。 例如, A-TOPIC DERMA TITIS, 或是, SORIASIS, CONSUM。 CONSUM。 CONSUM皮膚。 CONSUM皮膚。 這些都是由於免疫系統的脆弱導致。 那什麼導致免疫系統變得脆弱呢? 人的免疫系統怎麼能夠強健起來呢? 如果基因這個免疫系統的脆弱導致了過敏性的疾病, 所以這是很顯然的,當你的免疫系統恢復成強壯的情況下, 這些過敏性的疾病就會痊癒了。 對嗎?方法很簡單。 所以現在讓我們一起來看一看這個重要的概念。 讓我們看一些圖片。 從血管裏面抽出一些血樣,然後在顯微鏡下觀看的時候, 在血液裏面有各種各樣的細胞。 我們已經了解到,在血液裏面有紅細胞是舒氧的。 還有另外一種不同的細胞,我們把它稱作白細胞。 就是白細胞管理著身體的免疫系統。 讓我們進一步看到白細胞裏面的情況。 當您仔細去觀看這些白細胞的時候,會發現它有不同的種類。 對,這個是F-4全靠近的細胞。 這裡有一個B細胞。 這裡有一個B細胞。 T細胞。 NK細胞。 還有Dendritic細胞。 還有Dendritic細胞。 還有橫色細胞。 還有這個綠的細胞。 有六種不同的白細胞。 所以在你的免疫系統裡,有六種不同的白細胞組成。 在這六種不同的白細胞裡,T細胞就成為最重要的一種。 T細胞控制著其他不同種類的白細胞。 所以你可以說,T細胞是整個免疫系統的軍隊裡,T細胞就是他們的司令。 當這個司令工作得很好的時候, 當T細胞裡所有的基因都非常活躍的時候, 你的T細胞就是非常結實的。 T細胞正常地工作的時候, 所有的白細胞都會正常地工作。 所以,T細胞的健康程度取決著你的免疫系統的工作。 如果你的T細胞是健康的, 你的免疫系統就是健康的。 如果T細胞出了問題,變得脆弱起來, 你的免疫系統就是脆弱的。 然後,你會很容易生病,感冒。 然後,你會有更高的可能性, 所以,你會有更高的可能性, 你會有更高的可能性, 你會有更高的可能性, 大家看一看周圍的人, 那些有乙肝病的人。 肝炎。 肝炎。 就是有乙肝肝炎病毒引起的乙肝。 你知道嗎? 男人和女人結婚的時候, 他們覺得自己是健康的人。 但很多年以後, 丈夫發現他有乙肝病毒。 因為他們已婚多年, 他們也有這個夫妻生活很多年, 他們也有了孩子。 所以, 丈夫身體裡的乙肝病毒很容易進入到妻子體內。 所以,醫生就從妻子的血液裡抽出血量。 醫生發現, 竟然沒有乙肝病毒。 只有這些抗體。 丈夫也不能殺死這個病毒。 然後, 丈夫體內的病毒到了妻子體內。 而到了妻子體內之後呢, 那些病毒卻被消滅掉了。 所以, 在妻子體內產生了抗體。 那麼, 丈夫是肝炎有問題的。 丈夫的免疫系統不是在正常的情況下工作。 所以, 丈夫體內沒有抗體。 所以, 她的體內殺不死這些乙肝病毒。 而當妻子體內的病毒到了妻子體內的時候, 妻子體內的T細胞很強健。 T細胞裡面的基因工作得非常努力。 在妻子體內的T細胞裡面。 T細胞產生了很多毒素, 殺死了那些肝炎的病毒。 所以, 妻子的病毒可能性也非常非常小。 因為她的免疫系統非常堅強。 但是, 我們再看一看這個丈夫, 她很容易就會得到這個癌症。 因為她的T細胞工作不正常。 那就是說, 她的T細胞裡面的免疫系統, 這個基因工作得不正常。 所以, 當這個癌症在丈夫體內發展的時候, 這個癌症不容易治好。 所以, 免疫系統強盡的時候, 你也不用擔心什麼癌症, 什麼磁流感,什麼SARS, 或者那些過敏性的疾病。 今天我是非常健康的。 大家看一看二十五年前, 那時候我三十九歲, 那時候我三十九歲。 我非常癌症。 我有癌症, 我有癌症, 有癌症, 我有癌症, 我有癌症, 有癌症, 有癌症, 有癌症。 有癌症。 我的食物很辣, 我还要放很多油, 我的食物非常油腻, 我希望中国人 要看自己每天使用的油量, 尤其是高脂肪的肉, 像猪肉, 大家可以看到猪肉厚厚的一层脂肪, 这个脂肪非常有害, 因为它有高胆固醇, 胆固醇会积聚在你的细胞壁上, 也可以使你的动脉变得周样硬化,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吃健康的饮食, 我会给大家一个这样的讲座, 关于健康饮食的讲座, 那时候我身体情况很糟糕, 现在我是健康的, 我的免疫系统越来越好, 是因为我的免疫系统越来越好, 也就是二十五年前, 我还有真菌感染在身体上, 这个叫做脚气, 很多人都有脚气感染, 尤其在夏天, 很不好受, 而且味道也不好, 我患着脚气有十四年, 我用了很多的药, 但真菌总是回来, 怎麽回事呢? 因为我的T细胞很糟糕, 当我T细胞变得好起来, T细胞产生了大量的毒素, 杀死了脚气的真菌, 我的脚气感染完全好了, 现在我的脚很清洁, 也不痒也不疼, 我觉得挺好, 我自己还有哮喘和哮喘病, 现在我也不哮喘了, 让我们再看一下免疫系统里面的T细胞, 是B细胞产生的抗体, 它会产生出特别的蛋白质, 我们把这种蛋白质称作抗体, 这就是T细胞, 替细胞分泌出各种各样的毒素, 来杀死癌细胞和病毒, 大家注意, 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胞, 它的名字是NK, NK是自然杀手细胞, 他们通常敌人是癌细胞, 他们攻击癌细胞, 他们在癌细胞上扎一个洞, 非常重要的细胞, T细胞也是很重要的杀手, 如果T细胞和NK细胞不正常, 你的免疫系统就会变得很脆弱, 人就很容易得上癌症这种病, 这些奇形怪状的细胞, 它们看似像海星一样, 他们也有很重要的任务要完成, 他们的任务是到身体各个角落, 他们要找出癌细胞在哪, 他们要找出病毒的位置, 他们的工作就像间谍一样, 他们收集敌方的情报, 当他们看到癌细胞的时候, 他们会给癌细胞有些试探, 然后跟癌细胞交流, 然后找出癌细胞的具体的消息, 然后癌细胞的电话号码, 带着癌细胞的所有信息来到癌细胞中间, 然后把这些信息都报告给癌细胞, 所以癌细胞就对癌细胞了无止掌。 这些系统被我们称作免疫系统, 这个特别的程序是为了我们永远的健康。 所以在我们的细胞里, 在我们的身体里已经有一个设定的程序, 是写在基因里的, 是用文字写成的。 我们把这样的文字,这样的基因, 我们把它称作免疫系统。 基因就是程序, 是用文字的形式写在基因里的程序。 是什么样的程序呢? 生命的程序, 健康的程序。 为了身体里能够消灭掉足够的癌细胞, 正是气到了人体, 激发了这个基因的作用。 然后,T细胞分泌出毒素来杀死癌细胞。 我们看到这个程序是这样的重要。 大家看到这个细胞。 他们是杀死细菌的。 T细胞和NK细胞是解决癌细胞和病毒的。 而这个红色细胞是解决细菌的。 他们专门是消灭轻入到人体里的细菌。 大家看到这个细胞。 这些细胞的细胞, 它们有点像垃圾车一样的作用。 它们是专门收集身体里的各种各样的垃圾, 做清爽工作。 好的。 我们来看看这个细胞。 这是T细胞的外观。 这是B细胞。 大家看看这个解决图。 这是T细胞。 这是B细胞。 这些细胞产生出不同的物质。 这种有毒的物质,科学家给它起名叫Lymphor。 T细胞产生出来的这些细胞物质呢? 就是这些细胞的东西。 T细胞产生出来的细胞物质呢? 因此,B细胞得到了T细胞的信息, B细胞就会产生出抗体。 好的。 现在, 我来看看这个漂亮的图片。 这是血管。 这已经是解剖开的血管。 这已经是解剖开的血管。 大家可以看到血液里面的细胞。 这是在血管壁外面的细胞。 这是在血液里面的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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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细胞细胞的细胞。 它们的细胞是拆养的细胞。 这是在外面的细胞。 这是在外面的细胞。 看到細菌來了, 當細菌來的時候, 沒有人會意識到這是細菌。 如果你知道細菌進入你的身體, 你應該送你去特殊學院。 我們不知道, 細菌進入到人體的渠道非常多。 當細菌進入到人體的時候, 細菌進入到人體, 細菌進來的時候, 細菌進入到人體。 細菌進來的時候, 人們是不知道的。 你自己不知道, 可是身體已經警覺了。 這時候身體就要做出它的反應。 大家看一下, 這些白細菌, 這是T細菌, 這是B細菌, 這是另外一種細菌, 這是殺死細菌的細菌。 它們已經準備好了。 它們以前都是在血管裡面的。 可是細菌來到人體的時候, 即使在你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 你甚至不需要知道細菌在哪兒, 細菌怎麼來的。 可是白細菌卻出來了。 大家看到這個白細菌在盡力擠出血管壁。 T細菌已經出來了, 在給其他免疫系統的細菌發出指示。 T細菌已經命令B細菌出擊。 這就是抗體。 這些連在一起的是細菌。 抗體現在已經在攻擊細菌了。 正如警察抓小偷的手套, 正如警察抓小偷的手套, 他戴了警察的手套, 正如警察抓小偷的手套。 當細菌被鋼上了, 當細菌被拋下, 這時候體細菌就把細菌吞噬起。 這就是非常有智慧的程序, 這是非常有智慧的程序和過程。 這是在人所不知道的情況下, 人甚至對它毫無所知, 但它是在發生著。 這是非常有智慧又很複雜的一個過程。 成千、上萬、成千、上萬的細菌。 我們可以看到它們會來自不同的角度, 因此抗體也要不同。 所以抗體也是成千、上萬種。 你知道來自身體的細菌是什麼樣的嗎? 當然不知道。 你知道身體裡產生什麼樣的抗體嗎? 當然我們不知道。 但是控制基因的,它卻知道, 在B細胞裏面產生抗體的基因。 它知道,它必須分離出正確的抗體形式, 來對付這些細菌。 我們對此並不知道。 卻是在B細胞裏面的基因, 它知道它產生什麼樣的抗體。 所以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是氣在刺激著這個基因的工作。 在B細胞裏面產生了不同的抗體。 所以B細胞產生出來的抗體是非常正確而準確的。 然後用手銬把這些細菌靠住。 這是多麼聰明智慧的一個工作。 這個智慧遠遠超過我們科學家的智慧。 就是這麼一個過程,我們科學家萬而卻步。 是因為氣,愛,正是愛在做這樣的工作。 我們看下一個圖片。 這是已經被手銬靠住的細菌。 這就是吃了一些細菌的細胞。 就是這樣的細胞。 當細菌來的時候, 他們伸出手, 正是在這些細菌的細胞裏面伸出手。 是你讓它伸出手的嗎? 當然不是你。 有些細菌的細菌。 是有些細菌, 非常智慧。 當它們抓住細菌的時候, 把它們拉近自己, 這時候嘴巴就張開了。 大家注意到了嗎? 看到嘴巴張開了。 所以細菌都被吞到了細胞的肚子裡。 是基因使它的嘴巴打開。 嘴巴關閉的時候, 細菌被吞進來。 然後細菌被吞進來。 然後細菌又作用在基因上面。 嘴巴關閉了。 下一步呢? 又有一個細菌。 這細菌被吞進去。 這細菌被吞進去。 然後再生了一些毒素, 殺掉細菌。 你現在做了什麼呢? 你甚至連知道都不知道。 也許你正在睡覺。 正在睡覺的時候, 這個又複雜又智慧的程序已經完成。 是多麼大的智慧了。 多麼大的能力。 這就是氣的作用。 也許你正在休息。 當你在緊張的情況下, 覺得非常擔心的時候, 而這種情況, 這種殺死細菌的情況卻不會出現。 大家知道什麼會使這種細菌被吞噬的情況變得活躍嗎? 當你喜樂的時候。 當你喜樂的時候。 好。 讓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自然殺手細胞。 這是癌細胞。 在自然殺手細胞裏有它的基因。 起來了。 當基因受了刺激。 它們就會產生出一種非常有意思的物質, 被叫做perforan。 perforan means perforating substance, perforating means punctuate, punctuate, 刺激的物質。 就像用針扎的氣球, 它就爆了一樣。 大家看一下, 癌細胞已經被扎破了, 被毀滅掉了。 看到嗎? 在我們的身體裡, 有一個非常有趣的項目, 去殺了癌細胞, 在我們身體裏。 所以,當身體產生癌細胞, 這工作正在完成。 大家覺得是不是非常奇妙? 這就是T細胞, 圍繞著癌細胞的進攻行。 T細胞已經準備好了, 他們準備好要分泌出這樣合適的毒素, 來殺死癌細胞。 他們等待著氣, 要使基因作用來殺死癌細胞, 要分泌出各種毒素, 來殺死癌細胞。 所以這些T細胞變得非常活躍, 他們分泌出的毒素, 攻擊了癌細胞。 曾經的癌細胞看起來像一個種塊, 現在我們看下被粉碎的癌細胞。 而最後, 癌細胞完全死了, 而被殺死了, 而被殺死了。 現在, 這個T細胞, 一個T細胞正在看著。 你知道嗎? 這個垃圾清理的物質是幹什麼的嗎? 垃圾清理工作就來了,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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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用這些物質來殺死癌細胞。 大家把這個衝作循環工作嗎? 所以, 在我們的免疫系統裡, 原來也有這種回收系統。 所以,我們的身體是非常有程序化的一個身體, 非常有智慧的設計。 我們不是由一堆肉組成, 在每一個細胞裡都有基因。 它正是用非常智慧、非常聰明的文字寫在了基因的裏面。 而這樣的文字被稱作剪輯順序。 我希望你們要記住, 基因就是文字。 而文字的存在是需要創造的過程。 基因也是程序。 非常精細的智慧地編織在一起的程序。 不是人自己造出來這樣的程序, 它是寫在你免疫系統的細胞裡的。 大家覺得奇妙嗎? 讓我們再回看, 這一系列的活動是多麼奇妙的。 看到了嗎? 在你身體裡不停地進行這樣的工作。 當你知道的時候, 我真是很有感恩的心。 當你有平安, 當你喜樂的時候, 它會最好的工作。 什麼使你喜樂呢? 是愛,對嗎? 愛給我們平安, 愛給我們平安, 愛能使我們快樂。 所以, 奇就是真、善、文美、 信、希望和愛。 其中最重要的是愛。 因為只有在愛裡, 你才能夠平安。 才有無數的喜樂。 才會看到美。 才會有真理、良善。 有了愛,就有了強健的氣。 所以,當你的健康系統是健康的時候, 你需要有健康的、好的飲食習慣。 你會有足夠量的運動。 所以,只喝水, 而不去喝那些有害的咖啡一類的飲料。 呼吸新鮮的空氣。 你的基因等待著這一切美好的東西。 當所有的這些都已經具備, 當這些環境都具備的時候, 需要氣來了, 發動了基因, 然後你的免疫系統就變得健康。 然後,癌細胞被殺死了, 病毒也被消滅了, 細菌也沒有了, 然後你的免疫系統更加強健。 所以,你的就是變成非常正常的反應。 所以,你是那樣的健康。 所以,請你一定要明白免疫系統, 明白免疫系統裡面的基因和氣的關係。 我們下次見。 好,大家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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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下次見。